我真是无语 就您那些军训好物清单 宁可别吹了 最后来我这十分钱它不香吗 第一个我必须要说的就是这个清凉贴 其实这网上还是真的有那么几分钟 就是清凉的效果的 就是刚贴上去挺凉的 你拿它来退个烧什么的 完全没有问题 挺科学的 但是网上那种把它塞在帽子里面的 阴间用法 我劝你千万别试 军训 在太阳底下暴晒 就那高温 不出半个小时 这网上就会从清清凉凉 变得热热乎乎 你贴的那一整块地方 它毫不透气不说 就全是汗咱也不说 最窒息的是这个东西 这胶黏啊 黏啊 那简直就是一块煮熟的温热的狗皮膏药 黏在你身上 你甩也甩不掉 尤其是你军训的时候占金字 你动也不敢动 然后你这块狗皮膏药 你就黏在脑门上 然后那个汗水一浸湿 把它叭叭往下一掉 挺尴尬的吧 恭喜你 大学第一次设四成就达成 第二个挂脖风扇 我虽然确实真的推荐过它 但我没让你军训的时候用完 你可以直接带着它试试 你看你教官会不会连你带它一起扔掉 真的我都不想吐槽了 就推荐这个东西的人 你带脑子了吗 别人占金子 我推荐风扇 这笑话吗 你看我好远吗 我之前推荐是让你日常出门用 或者是学车的时候 那它真的是一个宝贝 但是军训诶 军训 它不不一样的呀 接下来防晒喷雾 这玩意在高温下抱起来 那可比那百香果猛多了 而且防晒喷雾的正确用法是 你先喷在手上 然后再在身上抹匀 没有达到规定的用量 它也起不到任何的防晒的作用 那玩意就像你穿了个丝袜出去晒太阳 然后你觉得那个丝袜能防晒是一个道理 那所以它既然没有那么便捷 它也没有那么防晒 那我带这么一大罐出门军训 我涂啥呢 就我带个这种小巧的防晒霜 没事往包里一丢它不香吗 多费劲啊 你说这一天天的 第四个姨妈鞋垫 它其实还真不错 像当年我们军训的时候都是用它来练鞋的 它前几个小时是特别的舒服 但是后来我发现它好用的秘诀是情换 就和咱们女生一个道理 否则你那胶丝不赶紧不出 还会被踩扁 就你那个鞋子里面它就全都是棉续你知道吧 然后那个军训那个胶鞋它还吊渣混合着你一个棉续 然后你又出汗 啊 并且军训的鞋子也就算了你 至少穿完它这么恶心的它能丢是吧 你万一穿出你的鞋子我就跟你怎么办 它只能用作应急 你要是还有个十天半个月才军训啊 我还是劝你去买个鞋垫 咱现在科科技那么发达 对不对 这个鞋垫也没几个钱 对不对 你干嘛费你个卫生机呢 接下来我在这呼吁一下各位的学长学姐们 就咱军训还踩过什么雷啊 就是都给学弟学妹们逼个雷吧 太头疼了 下次我再给你们介绍几个真正军训的时候的好物啊 记得关注 不然迷路